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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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天色不一定晴朗 可能偶尔感觉到悲伤 始终相信雨后有彩虹 我的心一直向阳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向阳之心 这个节目是由康源国际事业独家赞助 并且由正深广播台中台 与台中市的资商心理师公会共同制作的 那这集节目呢 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中市资商心理师公会的理事 由玉宁心理师 心理师你好 你好 那心理师 我有个问题 其实我好奇蛮久 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会听人家说 所谓的身心受创 然后或者是所谓的心理创伤 那究竟这一边这个创伤 它指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创伤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想 其实我们跌倒 受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干亲中被背叛 其实它都会是一种创伤 但是大家一定会很 特别想说 什么是心理创伤 其实心理创伤它真的是非常主观 举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你这里写错 就是下次再注意点 如果你听到这种话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没有关系 我下次写好就好了 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我又犯错了 我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好 其实这一个人 他背后可能有一种来自于他小时候的经验 可能是对他来说 他有很常被骂的过程里面 让他心理很受伤 那心理创伤如果最直接 大家应该比较常听到所谓的PTSD 对 有些场合会听得到 对 就是PTSD就是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也就是指一个人 他遇到一个很重大的创伤事件 然后他会出现严重的压力的极化 那可能会让他出现一下 大概主要分为的三种的状态 第一个就是可能过度警觉 再来是逃避麻木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 偶尔时而会再度体验到创伤的部分 刚刚讲的过度警觉是 像他所谓的悲害妄想症吗 也不是这样 可能他的身体会比较紧绷 可能就像刚刚那个例子 讲那句话 下次注意点小心一点 他就会意识到说完了不对劲了 这一切好像又是我的错了 过度敏感 不过度敏感 对过度敏感的部分 对这大概所谓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理创伤的部分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知道心理师们 其实都会接触到非常多个案或是案例嘛 那不老的有心理师这边是不是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例子啊 或是您所遇到过的 是因为像我自己啦 目前所遇到的过的部分 因为在我服务的对象里面很多的孩子 可能会是受到可能是在学校遇到一些暴力的问题 可能受到一个性相关的暴力的问题 那他可能会有真的有一些创伤 因为是很重大的事件 所以对他来说就会影响到他自己这个人 然后还有他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 对所以他这个例子的部分就是 让大家就是也听听看我这个经验好了 就是其实有一次就是我举例那个孩子我也碰碰 好 他就是有一次他放学回家的时候 他都不说话 当我们今天不说话的时候 父母一定会觉得他怎么了 对 一定会想说他学校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也想 爸妈也想要关心他说 是不是考试压力太大 但是他也就都不说话 好第一天 爸妈可能会关心他 你怎么了 你不说话 那没有关系 那没关系 你明天可能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不说话 又觉得好奇怪 然后也可能想说 那我关心他吃饭了没 但是他也不讲 然后久久之 爸妈一定也会没耐心 一定也会心急 对就好像奇怪 他干嘛都不理我 对你干嘛都不理我 我只是关心你出于好意 然后过了久 可能过了半年 然后爸妈当然还是会持续关心他 但有一天他就爆发 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再管我了 不要再烦我了 很吵 好 那爸妈一定会发出疑问 他怎么了 其实我们都没有人知道 背后其实这个蓬蓬啊 他可能在学校 遇到的是人际的霸凌 没有办法直接连结到这件事情 对 因为他其实不敢讲 但是我们一定会好奇 那有遇到问题 爸妈一定期望 你告诉我们 嗯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你有问题就说出来啊 对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啊 爸爸妈妈可以帮你 但是其实蓬蓬 他心里有个很大的压力 遇到这个人际的霸凌 让他变得是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然后我可能会造成别人的麻烦 嗯 然后我所作所为 别人会不会特别担心我 哦 那让他心里会比较一个 可能比较自卑 或是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个部分我就会在形容 孩子就遇到这种状况里面 他会是一种早茶柜 哦 对 所以这样形容 大家会比较清楚 嗯 他会是一种早茶柜 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 嗯 所以当今天爸妈 只是出于好意 关心他的时候 这个早茶柜 就会告诉他说 你看 你是不是要造成别人的麻烦 哦 就是其实有点像是 心里面的阴暗面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蓬蓬就变得不敢说话 嗯 就是真的会影响到他跟爸妈之间的相处 所以其实这边提到这个例子 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亲子沟通之间的难题 会 会是难题 那可是这一种所谓亲子沟通难题 应该有很多层面 嗯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我们可能常见的部分吗 你说可能常见亲子沟通上会出现的问题吗 嗯 还有的部分可能会是 其实他跟孩子之间关系都是好的 对 但是有时候可能出了一个可能不管跟人 然后或是跟学校真的课业 然后或是真的是他在学校 或是在生活遇到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嗯 嗯 可能是他有一次失恋的经验好了 嗯 好 如果他在学校真的是交往 有一次失恋的经验 他当然不好意思跟父母讲 嗯 那他可能对他来说 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心情 然后变得他跟父母的沟通就会很 很有距离 嗯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比较简单 就是青春期 大家一定说叛逆期 大家都马上说叛逆期 对 叛逆期这个阶段 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变成是想要的是做自己 觉得我可以 嗯 所以就会变得觉得 会自己会觉得想说爸妈的就是指导 摄入 让他觉得你为什么要帮我那么多 干涉他的决定或干涉他的人生 是因为我这个时候的我是我觉得我可以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还在慢慢成长 所以也会变成是跟父母的冲突也蛮大的 哦 其实这个过程如果久而久之一直是那么大的冲突 说真的也会形容孩子一种创伤 他到大会觉得说其实反正我做什么事情 你父母都要指责我或是引导我 然后让我觉得我做不了任何决定 嗯 或是没有人支持我 对 所以其实从刚刚一开始聊到现在 就会发现 其实小孩的成长从小到大 其实精子沟通这件事情中间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关卡 是 对 那但是该如何解决 这是有办法可以缓解的吧 是我觉得是有办法可以缓解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从小到他这些关卡 真的说真的也不是父母要来的 也不是孩子要来的 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啊 对 因为人生中多少会发生一些挫折嘛 嗯 但这个挫折我确实我是觉得他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克服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不会只有爸妈之间需要做的功课 小孩子之间也会有他的功课 嗯 因为我觉得亲子是双方是互动的 所有的关系都是互相的 对 是都是互相的 所以如果对于父母而言啊 我会给他一个三个 三个小小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耐心 嗯 然后再第二个是倾听 第三个会是陪伴 好 他其实是有顺序的 啊有顺序 嗯 有顺序 因为耐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放在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看到孩子遇到问题 一定都好心急好想要帮他解决 通常都是这样的 通常都是这样 对啊 而且父母会想说 反正我经过的经验比你多 对 我是过来人 我吃过的米也比你多 对对对 我可以解决 所以我觉得当今天你先一点 给自己一点耐心 告诉自己 我伸一口气不要心急 嗯 深呼吸一下 对 然后告诉自己说 欸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成长 嗯 这个时候好 当你有了耐心 第二个 你就比较可以去听懂孩子 现在想要跟你说什么 嗯 你才不会因为你的心急 让你觉得孩子都没在听你说话 嗯 那孩子这个时候也会因为你的心急 就刚所谓的早茶鬼就是觉得 啊 我都做不好这个声音又冒出来 你跟他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嗯 所以我们先有耐心 在听懂孩子说什么 但孩子这个时候不见得会马上说 他想要说的 他可能第一次说 啊我可能学校发生什么事 没了 好 告诉自己有耐心 然后你说欸谢谢你告诉我 然后你说 那我其实爸爸妈妈都很愿意听你的事情 嗯 你随时准备好可以跟我们说 嗯 我觉得这一句话讲出来是让孩子惊艳到一种陪伴 哦 所以 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有倾听 但是根据对话会让他有陪伴感 是 而且我们也在创造一件事情 给孩子安全 还有信任感 嗯 还有就是我们关系是在逐步逐步的建立 建立好我们所谓的很好的亲子关系 嗯 然后到最后一个 他陪伴感慢慢建立稳定之后 就是孩子可以想象 可以去克服他自己的心里的找茶鬼 知道父母是愿意听他的 知道父母是跟我站在同一边 而不会去指责我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陪伴 有时候其实父母陪伴不一定要用一个语言 他也可以是费语言 只是说 什么意思 因为像有些陪伴大家会说 那我就嘴巴讲一些安慰的话嘛 嗯 有人讲话就是陪伴吗 对啊 有人讲话就是陪伴吗 不要哭不要乱过 但是对有些孩子而言 他会觉得 你坐在我旁边 嗯 你的一个眼神 然后你的一个笑容 甚至你的一个拥抱 对我来说就够了 嗯 因为我心里面相信有人可以跟我站在同一边 嗯 所以我觉得陪伴他其实是还蛮特别的 他是可以是不用说话的 也可以是用透过说话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观察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给他他想要的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这样亲子关系 就会慢慢的建构起来 这是我觉得三个给父母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方法 对啊 刚刚说有给父母的 再就是要孩子的功课了 对孩子的功课 好 孩子的功课 孩子也有三个 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给自己时间 然后再第二个呢 就是忽略你心中的找茶柜 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 对 这个也是帮你找到安稳的方法 那第三个的部分就是 试着向你信任的人说 好 他也是有步骤的 也有步骤 对 为什么第一个会给自己时间呢 原因是在于就是 如果你今天很急 或是你今天觉得我遇到这件事情 我要赶快变好 嗯 其实你会蛮有压力的 哦 当你今天人有压力的时候 你做事情 其实你会给自己的心情会更的影响 更紧绷 更紧绷 对 所以你就相信给自己一些你允许可以的时间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两三个月 给一个你自己安心的时间 你心情也比较不会那么紧绷 嗯 你开始会放松 好 再来第二个转移注意力就是 忽略你的找插柜 因为那找插柜是那个创伤影响你 让你觉得 你会造成别人的麻烦跟担心 嗯 所以有时候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忽略它的声音 去找你喜欢做的事情 当然你喜欢的事情又小又简单 不要有压力就好 哦 其实它很简单的在帮助你 是做一件事情 是创造自己的安全感 嗯 所以当你今天有安全感的时候 你内心不是有足够的力量 就是你的枝牙长大了 嗯 你就可以攻击那个找插柜的声音 对 所以孩子他就会变成 他心情比较稳定 他也在情绪挑适了 嗯 最后找一个就是你信任的人 嗯 你要教你信任的人说 你可以怎么陪伴我 明讲 对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担心 他会不会 嗯 被吓到 被吓到 或是也会担心他不了解你 或是也会担心他 对 就很大的麻烦 但是我觉得你不如明讲 告诉他说 妈妈我现在需要 我现在心情不好 你陪我旁边就好了 嗯 这样其实就是呼应到孩子妈妈的功课 就是父母的功课也是陪伴 对 没错 得到孩子需要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找你信任的人 那也是重要的 因为你信任的人 你比较放心 嗯 就对他说出你想要说的部分 嗯 所以孩子心情就会安稳 所以在这个父母跟孩子三者相互的功课里面 其实他们的关系就会慢慢建立起来 今天由心理师跟我们提到这个亲子沟通之间 其实所有的关系都是彼此互相的 那所以有提到说父母有三件可以做的事情 那小孩也有三件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刚刚听下来 其实是相互有连结的 例如说父母 你首先应该要有耐心 对 那小孩子是要给自己时间 其实也是一种耐心的表现嘛 对 然后再父母要倾听 那小孩子要先学会就是要先 诶 诶 那算什么 算放自己印吗 我会想把他理解成放自己印吗 放自己印吗 真的是可以放自己印吗 要先放自己印吗 是 对 然后当然最后就是 父母要陪伴 那孩子要能够放心的让别人陪伴 是 对 也是一种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是 所以所有的沟通 所有关系的沟通跟维持 相信信任这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 那当然就是如之前节目我们都有提到 有的时候或许那些问题 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他可能很长期 又或者是已经深化到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以至于双方的互动非常的紧绷 呃 请大家千万不要害羞 该寻求外援 就要寻求外援 其实之前信仰一直有提到 各县市都有非常多非常专业的心理师 而且每位心理师他们的切入点 跟擅长的方式都不一样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好好帮助你们的 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 对 或许你自己踏不出第一步 那这第一步就让别人来引导你们吧 或许只要开了一个开关 你们之后的沟通就会越来越顺畅 对吗 嗯 那今天非常感谢台中市资商心理师公会的尤玉宁理事 他跟大家分享创商跟亲子沟通这两件事情 那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都可以让大家在面对亲子间的相处课题 不论你是父母或是孩子都可以更加的游刃有余 那向阳之心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以上向阳之心节目 由康源国际事业赌家赞助 正深广播公司台中台 与台中市资商心理师公会共同制作 新阳主持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